首先关注国际动态 加拿大国会通过了一项挺台动议 明确指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并未确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中共强烈反对的情况下 加拿大众议院的这一举动 是否会改变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的看法 与此同时 中共政策似乎出现了重大转向 自缅甸政变以来 米昂来首次访问中共国 这一行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 在另一边 司马南在社交媒体上暗示人民更恨习近平 并因支持川普而被中共禁言一年 网友纷纷明朝暗讽这位中共大五毛 最后 我们来分析如何拍习近平马屁 才能达到口碑炸裂的效果 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 当前政治环境下的生存策略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1月10号 星期日 我是李小宇 我们会在本视频的结尾 介绍今天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通知铃 这一系列事件交织在一起 似乎预示着一个更加复杂和动荡的国际局势即将来临 您认为这些动态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国际关系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加拿大国会通过挺台动议 称联合国2758号未称中共拥有台湾 加拿大众议院周三无意通过挺台议案 将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未确立中共对台主权 学者认为 这代表加拿大朝野已就中共不拥有台湾主权达成共识 动议案由魁仁政团发起 众议员佩龙提出 指出联合国2758号决议未决定台湾的未来 或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 议案强调 加台在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合作紧密 议员们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 佩龙批评中共利用2758号决议正当化对台军事行动 称习近平用其恐吓台湾 史国梁教授表示 加拿大朝野共识为台湾不属于中国 动议象征台湾问题已视为国际事务 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对此深表不满 称动议侵犯中国主权 敦促家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共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发动政变以来 它首次访中共国 自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以来 军政权领导人米昂来 在本周首次访问中国 在政变后 缅甸已陷入长达三年的内战 持续的冲突已导致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11月7日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昆明会见了缅甸军政权领导人米昂来 他此行是为了出席 大梅公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 该机制成员包括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六国 米昂来访华之际 缅甸国内正经历激烈的内战 自三年前军方拘押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后 部分民族武装团体与军方持续交火 而中国作为缅甸军政权的重要盟友和主要的武器供应国 同时也与部分反叛组织保持联系 外界好奇 中共对缅甸各派系的支持态度是否已发生变化 对此 美国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东南亚高级研究助理卢卡斯麦尔斯表示 北京从2021年开始就一直拒绝米昂来的访问请求 因为中国对缅甸的内部冲突有不同的考量 不过中国对缅政策在过去一年有巨大改变 美国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部主任 杰森托尔认为 2023年 中共因打击电信诈骗问题与缅甸军政权关系一度紧张 随后转而支持部分民族武装团体 然而 随着这些团体占领的领土持续扩展 局势开始引发中共的担忧 中共曾经尝试居中调停缅甸内战 并在今年1月成功使缅北胆邦地区的停火 但进一步的谈判在今年5月破局 导致地区冲突再度升温 目前除了加强对军政权的支持外 中共也尝试对武装团体施压 以达到停火目的 这一策略并未奏效 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仍在抵抗缅甸军队 并已解放了更多领土 两位学者指出 中共在缅行动的核心考量在于确保地区 特别是中缅边境的稳定 从而保障在缅甸的重大一带一路 投资项目能够顺利推进 托尔表示 如今中共加大对军政权的支持 这只会增强缅甸内部的反华情绪 中共国因为决定加强对军政权的支持 它也会支持军政权提出的内战解决方案 不过 我觉得大选只会为中国带来更多麻烦 因为选举只会激化缅甸内部大量的不满情绪 它也无法终止战火 暗示人民更恨习近平 司马南挺川普 被中共禁言一年 大五毛司马南 据报被大陆社交媒体禁言一年 被禁前最后发布的视频是力挺川普 声言他当选有利北京 香港南华早报11月9日报道 两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网路监管当局 已经禁止司马南在其社群账号发文 禁令预计将持续一年 但他们拒绝说明司马南被禁言的原因 一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表示 他被禁止跨平台一年 但我不能说他为什么触发了禁令 从美国总统大选5日投票开始 前几个小时开始 司马南的社群账号至今没有任何更新 他在微博的最后一篇博文中称 他更喜欢川普 因为川普当选有助于北京接管台湾等 海外分析人士多认为 川普对中共更强硬 上次任期内对台湾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支援 超过拜登任期 另外 川普在上次任期内发起美中贸易战 本次竞选十多次宣布 当选后对中国商品加征60%关税 目前更多外企加速撤离中国 以规避风险 不过 司马南挺川普的言论 似乎并未超出中共审查范围 目前未知司马南被禁言 是否与他力挺川普有关 最近司马南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布不利中共当局的言论 包括在开封府狂言当今更需要包公咔嚓一刀 甚至暗示人民更恨习近平等等 网民嘲讽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会说人话 却专说鬼话 这样拍习近平马屁 口碑炸裂 中共央视首播的革命历史剧《西北岁月》 聚焦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革命生涯 讲述他从一位贫困西北农村子弟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故事 美国之音报道 由于演员阵容强大 西北岁月为眼线轰动 开播前的主要讨论聚焦在明星亮点身上 但也有一些网友调侃 是不是要开始学朝鲜那一套 习仲勋最大污点是教子无方 也有不知情的网友好奇谁那么强 敢演习近平 网友回复 该剧只写到1952年 完美避开 哪敢演他 习近平是在1953年出生 加拿大华裔历史学者赖小刚表示 这部电视剧肯定是经过习近平云准才上映的 或者至少是一个让习近平高兴的文艺作品 赖小刚说 他在2004至2005年时 还曾亲眼见过习仲勋的传记 很遗憾的是 当时没有购入 几年后 他在找这本传记时已经不见了 连中国的图书馆也下架了 他猜测 可能是因为后来习近平接班国家领导人 尽管中共官方出版的传记 一定是歌颂习仲勋的 但底下的人并不太满意 认为赞美的不够 必须要进一步改善 所以撤回就版本重出 好让习近平高高兴兴 习近平通过这部电视剧来宣传习仲勋 宣传他的父亲 就说来证明自己的脚跟正苗红 来证明自己在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赴研究员工祥生表示 从中共赋予的正面党国形象来说 习仲勋既是有功于早期革命 和打赢国共内战建国的开国元老 又是对外开放的地方先行者 西北岁月这部剧以习仲勋为主角 当然是为了逢迎习近平 取西北时期为主 是要凸显习仲勋对中共革命时代 到打赢国共内战的贡献 也有连带拉抬习近平作为开国元老之后的印象 但工祥生强调 这并不是中共领导人 层级的宣传常态 因为只有具有太子党身份的习近平 才能有这样凸显加封的特权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 就没有这样宣传过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 和大家的支持 今天副频道的内容是 观众朋友好 今天的视频将带您关注 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 首先是重大转变 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插刀 北京晋升 这背后暗藏了怎样的地缘政治博弈 接下来 美军参谋长布朗 恐被川普扫地出门 随着川普重返白宫 布朗的未来岌岌可危 他在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的立场 与川普政府相悖 这是否意味着 他将在新政府中被边缘化或解雇 最后是川普反击 将矛头指向加州州长纽松 他在选举后迅速发文 指责纽松利用立法会议 来阻止让加州再次伟大的计划 这场政治斗争将如何影响加州的未来 精彩内容 不要错过 请别忘了点赞留言和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